昨天下午三点,他没来,他不敢来 因为他们心虚,他们胆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和平 他们只知道暴力 他们就必然收到恶毒 他们一切的恶毒必须由他们藏 中国人民一定要亲善他们 罪恶绝对不能延续 从今天起,今天2月7日 我发起的全民自秀互助运动 升级为全民大反抗运动 我们从今天开始 升级全民大反抗 全民反抗暴政 全民反抗中共暴政 从今天开始 无论海内还是海外 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 不分阶层,不分行业 都要团结在全民反暴 反抗的道路上 都要高举全民反抗的大旗 全部的,所有的 一切的反共的力量 团结起来 团结在全民反抗的旗帜之下 你们都得听方斌的号令 听方斌的安排 相信方斌 不要怕 他就是把我抓走了 抓走就抓走了 那我的安全靠的是 大家的清醒 大家的觉醒 大家的传播 如果我今天的视频 能够传到YouTube上 那么你们就有了这个视频 对不对 有了视频你们就可以下载 下载你就可以把 下载的制成小视频 在国内传了 只要在传播就行了 而不在于我的安危 它不是对哪一个人的危害 它是对一个民族的危害 对人类的危害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我一旦说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我 暴政是人类的公敌 怎么可能让它继续 今天 病毒的危害 病毒的苍行 与暴政同行 病毒的根源是暴政 只有采取暴政 才能采取病毒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病毒无论怎么势力 可是暴政的协毒 暴政的额毒 暴政的残酷 远远大于病毒的伤口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一定能铲去暴政 既然你们都叫方兵 哎呀 英雄啊 勇士啊 几十年出来的方兵呢 那既然有信心啊 不要担心我呀 我有时候站在长江边 我有时候站在长江边 我的家呀 我就在长江边 我的家就在长江边 而且在提换原来 现在是做成了武汉兵将会 那个时候的水挺大的 有时候满起来了 真是滔滔长江 黄河水 多少英雄成故人 洪波浪鬼七华夏 快意恩仇了此生 大家要相信我 我的力量来自于你们 只要你们去传播 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快点